好继续来带您关心的最新消息是南马都台风是替北部地区带来了间歇性的雨势 那么基隆河上游的原山紫芬红道仍一度逼近分红水位 我们立刻把时间交给记者告诉大家最新状况 好的主播各位观众记者现在的位置是在瑞芳的原山紫芬红道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基隆河上游的水位呢是非常非常的高 然后已经河水非常非常的湍急 南马都台风外围环流带来这个间歇性的雨势 让与基隆河上游的水位持续的上升 下午两点左右呢原山紫芬红道一度已经接近了芬红水位62.5公尺 原山紫芬红目前的水位是62.2 那距离这个达到六十三芬红的一个门槛大概还有80公分左右 那今天中午我们12点20分左右 这边的水位达到一度达到最高点是62.6左右 还距离芬红还是有相差将近40公分的一个水位 那未来的情况因为按照过去的这个 这个整个积水区里面的这个雨量的情况 是下雨量是现在目前还是持续的 只是说强度上面没有那么强 大概有这个并没有在往水位往上涨的趋势 现在目前还是下降的情况 不过到两点以后呢 雨势逐渐转小 虽然没有这个到达这个分红的水位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季红河的水 河水还是非常非常的湍急 那我们也提醒呢道路旁边的驾驶人 分红道出口附近的沿海的居民呢 行进北37线台二线道路的民众 都要提高警觉远离分红道进出口以侧安全 以上就是现场最新的情形 把时间交换给同类 感谢观看